你当下要上厕所 但是因为小孩有状况 所以你必须去处理的时候 你就会延后去上厕所 教保员牺牲自己的生理需求 就是希望全神贯注地照顾好幼儿 根据现行幼照法第16条规定 招收3岁至入国民小学前的幼儿班级 每招收15名幼儿 应配置一名教保员 招收16名幼儿以上 则应再增加一名教保员 共计两位 也就是说两位教保员 最多可以照顾30名幼儿 对此全教总也指出 近日接获反应 许多县市都出现半个班级的特殊现象 目前我们发现的有些县市 它就是因为只要符合1比15 但是我只要符合1比15 我只要一个老师就好 也就是说我就设定这个班级的最高上限 是15个学生 我就不要招收第16个学生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半班的一个现象 那两岁可能要换尿布 那五岁要在那边奔跑 或者是他已经需要更多的教学的刺激 孩子的需求都没有办法被满足 那老师也没办法好好的 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让他有更好的状态去照顾孩子 全教总指出半个班级的现象 可能让幼儿照顾出现潜在风险 而原乡教保员也指出 虽然目前教保人员配置足额 但是班内的特身更是照顾的重点 也让教保员需要花费更多心力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特身在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照顾特身 幼儿园有增加一个教助员 就是帮忙就是特别照顾那些特身 幼儿园的生活就是一直都在一起 所以其实在生活教育上 还是需要一点用心 甚至我们是教保服务的时数里面 也规定一年要三小时的特教时数 那我们也会努力的去申请 特教寻服老师 以及特助员这样子的协助 经过全教总调查 几乎全台各县市都出现半班的情况 如若班内出现突发状况 仅有一名教保员的班级 该如何同时兼顾其他幼儿安全 对此全教总呼吁教育部立即修法 不让幼儿照顾布露在风险之下 教育部也回应将督导地方政府 以归编排适当人力 原来新闻感到马耀 许家日荣台北市才能报道